马龙携国拼5将晋级16强,三将横扫王楚清献胜,张继科一轮游。 6月1日,中国乒乓球公开赛在深圳继续进行,在下午的男单第一轮比赛中,出战的5位国听选手游戏游悠,张继科零至四输给日本神童张本智和,而马龙、林高远、梁静坤、王楚清接战胜各自对手进入16强,其中前三人均是4-0横扫,王楚清苦战机局。 为显胜日本选手松平静态,加上昨天获胜晋级的樊振宗,国拼一共有5人进入男单16强,许欣和张继科惨遭一轮游。 男单比赛,一共有7人进入正赛。 昨天进行的男单第一轮比赛中,率先出战的樊振东4比2战胜韩国名将郑永直,而许欣则一至四爆冷不敌韩国小将林朱勋。 今天下午一共有5位中国选手出战,分别是张继科对阵张断智和,林高远对阵兵祥恩,马龙对民云如,王楚清对松平静态,梁静坤对西蒙高瓷。 张继科0-4张本智和 第一局,两人比分非常胶着,比分一路战至6比6平,张本智和的反手非常犀利,10-8拿到局点,张继科回球失误,张继科8-11输掉第一局。 第二局,张本智和的攻势非常灵力,一直大比分领先,并以11比3的悬殊比分拿下第二局。 第三局,张本智和的状态有所回升,不过张本智和的攻势依旧非常灵力,比分一直处于领先,7比7平后,张本智和抓住机会,11-8再赢一局。 第四局,张本智和开局气势很胜,8-3领先,张本智和10-4拿到赛点,张继科无力回天,6比11输掉这一局,总比分0-4输给对手,遭遇正赛一轮游。 第四局,林高远4-0丁祥恩。 第一局,林高远进入状态较快,开局8-1领先,丁祥恩几乎难以招架,林高远11-3轻松拿下第一局。 第二局,丁祥恩及时调整,比分非常胶着,6比6平之后,林高远连得2分,但随后丁祥恩再次将比分追至9比9平。 关键时刻,林高远连得2分,11-9拿下第二局,总比分2-0领先。 第三局,林高远一路领先,以11-6拿下第三局,大比分3-0领先。 林高远越战越猛,以11-6再胜一局,总比分4-0淘汰丁祥恩,紧急第二轮。 林高远下一轮的对手将是淘汰了张继科的张稳志和马龙4-0林云如。 马龙对阵中国台北选手林云如,后者曾在资格赛中战胜国平选手方博。 马龙的实力明显占优,首局11-5拿下。 第二局,马龙开局3-1领先,马龙一路领先,并以10-5率先拿到局点,顽强的林云如连追3分,马龙11-8拿下第二局。 第三局,林云如加强了反手的控制,比分一直非常胶着,两人一路战至8比8比。 关键时刻,马龙发挥更为出色,11-9拿下第三局,大比分3-0领先。 第四局,马龙是不可党,抬局8-3领先,林云如追回2分,马龙11-5拿下这一局,总比分4-0淘汰对手,进击16强。 王楚清4-3松平剑态。 王楚清从资格赛打起,并在资格赛第三轮淘汰队友周凯顺利晋级正赛。 第一局,两人比分交替上升,松平剑态10-9率先拿到局点,心理素质强大的王楚清连得3分,以12-10拿下第一局。 第二局,松平剑态开局气势很胜,以11-6颁回一局。 第三局,王楚清被松平剑态压制,比分始终落后,以7-11再输一局,大比分1-2落后。 第四局,王楚清状态回升,不过松平剑态表现十分顽强,王楚清11-9拿下第四局,总比分2-2平。 第五局,第五局,王楚清11-9拿下第六局,被水一战的松平剑态开局4-1领先,王楚清苦苦追赶,一度将比分追至5-6。 松平剑态连得3分,再次拉开分剑,并以10-7拿到局点,松平剑态11-8拿下第六局,比赛进入决胜局。 决胜局中,王楚清开局5-1领先,松平剑态苦苦追赶,王楚清牢牢控制比赛节奏,11-4拿下决胜局,总比分4-3险胜晋级。 梁静坤4-0西芒高词,梁静坤对阵法国一哥西芒高词。 首局比赛,西芒高词完全难以招架,梁静坤11-3拿下第一局。 第二局,西芒高词状态依旧没有任何起色,梁静坤11-2再胜一局。 第三局,西芒高词状态回升,两人比分交替上升,5-5平后,西芒高词发力连得4分,就指5领先。 不过随后梁静坤发力连得6分,11-5拿下第三局。 第四局,梁静坤没有再给对手机会,11-9拿下,总比分4-0进击16强。 梁静坤夏夜伦的对手是名将波尔。 LUso Zither Harp